轰轰的叫我不怕不怕不怕 海角天涯 只为能够看到家 都在说都在说都在说 你的传说 那个勇敢的青马展示 就是我 为了兴旺与荣光 为了家园与梦想 我只好站在风雨中 挑战烈火 我不怕不怕不怕风吹雨打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 我不怕不怕不怕海角天涯 只为能够看到家 我不怕不怕不怕风吹雨打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 我不怕不怕不怕海角天涯 只为能够看到家 我不怕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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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把我们送到西天去吗 你把我们京马战士当成西天取经四人组了吗 焦属机修来 否则去西天的就是你 听到吗 你这块破石头 石像头 你们还真是一群小笨蛋 独眼龙 你把机器藏到哪儿去了 把他放出来 我利用香莲和那两片树叶 把你们骗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要消灭你们 你们就等着受死吧 受死 凭实力说话吧 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饺子馆的少爷去哪里了 那你还不赶快说 你到底把吉修怎么样了 你们当中最过去最留恋的那个人承受不住千年回忆的诱惑 他会与其他三人分开被我单独消灭 他说的难道是吉修 你们少了一个人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会一个一个将你们打败 拿到金马鸡 小女们 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 鬼龙 我要戳下你 各位 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什么 破石头 你在说什么呀 好了 游戏结束了 到洞争阁的时候了 各位准备接招 哎呀 吉修啊 你没事吧 你是 你是妈妈 我的傻儿子 好端端的 你怎么哭起来了呀 我 好了好了 我已经跟你爸爸商量过了 明天就送你去科技学校 专门研究计算机 妈妈 饺子馆 由我和你爸两个人看着就行了 你不用操心 吉修啊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都是你那些所谓的朋友们 害我见不到你 妈妈 你说什么 是你的朋友害我们分离 你要替妈妈出气 消灭那几个所谓的朋友 你不是妈妈 你到底是谁呀 难道你连玄瑰兽都忘记了吗 玄瑰兽 玄瑰兽拼命地保护你 你连玄瑰兽都忘记了 你真是个忘了负义的家伙 玄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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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introduき 护士 追凤剑 快 幻太武窝 天火之怒 独眼魔兽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吉修他已经 不会的 梅克 独眼龙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几个害怕罢了 可是吉修他就是不见了 我们会不会言 不会的 我们不会有事的 再说吉修有玄灰兽保护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雅琪说的没错 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先打败石像兽 野龙兽 冲了 野龙兽 石像兽怎么这么厉害 难道是跟佛有关系 跟佛没关系 他没有弱点 是因为他全身都是石头 真可恶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石像兽是高级魔兽 我们必须进化才能打败他 我们必须进化才能打败他 现在我们的实力和他差得太远了 我可不这样认为 石像兽 有本事的来呀 你还真来呀 什么是 我看你 哈 火焰七星船 卷风绝杀掌 干得好 我又回来了吗 吉祥 吉祥 香莲 是香莲 你怎么会被关在这里 我马上就救你出来 是毒眼魔兽带我来这里的 吉祥 你先不要管我 赶紧逃跑吧 不 我得先救你出来 好久不见 玄龟兽 别着急嘛 慢慢来 你说什么 香莲和吉祥 都被毒眼龙带到 古寺庙大殿去了 如果我没有被水污之河控制就好了 起码能阻止毒眼魔兽 不要自责嘛 这不是你的错呀 我们怎么才能去 古寺庙大殿呢 不会又要经过那些阶梯吧 好累啊 可能是唯一的道路 我们走吧 不会啊 蟹子兽 让你受苦了 对不起 没事没事 等等 我有办法了 我可以用千年回忆 把你们直接传送到古寺庙大殿去 真的吗 不愧是石像兽 我看我也装成石像好了 没准也能行回这么厉害的招数 你就算了吧 石像兽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有错在先 就让我来补偿你们吧 等等 还有什么事 那扇石门上写着 奉执好圣像后 圣军的战士们还发现了一样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啊 那是一块水晶 水晶 是啊 千年来我一直守护着它 那水晶是在哪里被发现的 就在我一直盘坐的那个石座下 就是在那 等我们打败了毒眼魔兽 再去看一眼好了 喂 你们几个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啊 好了 看 千年回忆 紫星 轩鬼兽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喂喂喂 这可不是护促忠诚的时候 快起来给我戰斗啊 这么轻易就把你们给消灭了 这样也太没有意思了吧 毒眼魔兽 别以为只剩下我就不能够消灭你 干净很足嘛 很好 我就多陪你们玩一会儿吧 吉兄 小心 闪开 流沙炮 大到相连可不好 玄怪兽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他死 在下一集中 金马战士与独眼魔兽展开了决战 他们能战胜独眼魔兽吗 大家最终能否找到寺庙里的水晶 最强金马战士就是我 敬请收看下一集 大败独眼魔兽 人们都在传说 金马战士的传奇 那个勇敢的少年 就是我 为了希望和荣光 为了家园与梦想 我仍在海风中 挑战烈火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 面对墙地 我不害怕 穿越经济 不为天险 我将水晶的坚强 为了心中 不灭梦想 金马战士 努力奋斗 跨越海角 飞过天涯 只为守护我们的家 又到了给小朋友们